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特別到台北來表達訴求 最主要是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收到那个行政院对于我们书院去撤销 他的那个杜氏计划审议 来行政院把他驳回了 那非常荒谬的是 我们看他的驳回的公文书里面 基本上面呢 他就是完全复制 当初台南市政府所讲的没有逻辑的理由 然后来进行驳回 那这个书院书基本上面有几段 简单来讲 第一段呢 就是跟我们讲说 之前已经开了非常多的说明会公听会了 所以呢 已经让老百姓充分表达了 所以不需要举办听证会 第二个呢 开发计划呢 并没有财团的参与 所以呢 并没有财团 这件事情呢 并不是为了土地开发利益 第三点呢 他就说 因为我们提出说 这个铁路根本就不需要东义啊 他的回应呢 就直接讲这一段 我就每个字把他念出来 根据监察院102年的函 送调查报告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 上南认为有任意扩大征收形势 都市计划并更案因属释法 应该要去要求 铁工局以及相关单位 必须要举办听证会 在举办听证会之前 应该要停止一切的程序 所以土地征收的一个要件 就是它一定是最后 迫不得已的手段 那为什么 一定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 因为土地征收 涉及到的是 人民在宪法上 基本人权的剥夺 所以土地征收 绝对不仅仅只是金钱补偿的问题 我们之前的政府 国民党政府 跟现在这个政府 在我后面行政院 这个民进党政府 长期以来都不断地在误导 把土地征收误导为 仅只是金钱补偿的问题 宪法第十五条 财产权生存权工作权应于保障 那我们对于财产权大法官是如何解释呢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法官从市制第四百号以来 一致的原则都没有变 一直到732 新店美和市的土地征收案 他的解释都是一致的 也就财产权 绝对不是只是金钱的课题 财产权是人格权 生存权更是人性的尊严 最后这四个字 更是人性尊严 这是大法官特别强调的字眼 不是我在这边随便说的 更是人性尊严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土地征收他的基本的课题 他是个基本人权被剥夺 被侵害的一个课题 为什么要征收我们 因为我们那边的土地 可能是很值钱或是怎么样 但是之前呢 我们买不起住不起 所以买到铁路旁 最主要现在说要征收我们的土地 插我们的房子 那我们要怎么办 拜托他们确确实实 实施我们的利益 早想一笑 他们也不听 所以我认为说 他要地下化我们没有反对 我们赞成在前草的 前草的地下化 你知道要改前草的地下化 你要比前草还要好的计划 你再改也不止 改的比前草还糟糕 前草我们还不用搬 这里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都不用搬 现在呢 现在我们都要搬 要卖房子 我们要卖房子 不卖不可以 那我们要住哪里 我们要说 他征收的钱我们能够买吗 能够买一个房子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政府要做事情 不要说 只为他的利益 着想 要为我们这些弱势 着想一下 这个程序还没有走完 就把那个我们的房子土地化归为公园用地 叫我们去换那个所有权算 这个是那个墙头 这个墙头的 墙字 墙的意思 他是剥削我们的那个百姓 比国民党还更有胜 就是用强盗的那个心理在治我们 让我们不当眼看 因为 因此呢 我们那个中期 我实话说知道 已经有七的老人 因为忧郁 还得被剥削 回召汤 而死的已经有七个老人 试试的 还有多两个生病 平重的 那个UV症 有的是安养院的 别的家里在治疗的 还有多两年在医院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如何 对 从今年的四月到八月 台南举办了总共六场的公庆会 那这公庆会是谁举办的 办了六场好像很会沟通 前面几场 他寄通知的时候 很多居民就没有收到 他现场也承认 就说这是瑕疵 但是没关系我们要照样开 就继续开下去 当然他要开会 直接会的人就跟他们辩论 提问 书面的 口头的 现场讲 写下来寄过去 都做了 结果下一次开会的时候 看到的是什么 问题直接被删掉不见了 甚至到东区第二次 已经是倒数第二次了 政府也知道就是倒数第二次了 直接现场锁定那些人 直接把他们清走 最后一场 甚至他连现场 他跟你对话他都不要 土地征收程序都还没有完备 他三月十五号已经开过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另外 因为土地征收条例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他现在 程序都还没有走到 那个协议架构都还没有开始 他现在已经去测量 要到人家家里面去查顾 这有符合土地征收条例 第十二条 跟第十三条的规定吗 把你正视他们的一个要求 他们的基本人权 不能够这么给你干 今天行政医院 在土地征收条程序 还没有完成之前 就禁营开工了 是合法合理的吗 因为这个实务上的问题 他们开工 不清楚 他根据哪个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交通部长还在剪彩耶 交通部长在剪彩 你们行政医院还不知道耶 我们现在请问你 可不可以 不要抓标 停工 就这个东西而已 不多 这么卑微的诉求而已耶 办不办得到 办不到是不是 我帮你回答啦 我办不到 好 对不对 那你办得到吗 对不对嘛 为什么不讲话 我会反应 我会反应 现在这个阶段 停工 而已 你们办不到 是吗 是不是 行政机关 有行政机关的程序 如果没有其他的 大概我们今天 大概有一次 那不用废话 多虎